就是我們這個農委會好棒 每個部會第一季都會有些文宣預算 一股腦全部給華氏 有這樣給的 我看也是驚呆了 大家你看看 社群媒體廣告 YTFB的投放 影音製作行銷 加起來261萬 這個數字怎麼這麼少 應該是不會 但不管如何 帳面上這個數字 全部給華氏 好像第一次看到這種操作 是怎樣 華氏 我知道了 華氏現在收視 因為非常非常低名 是不是因為廣告撐不下去了 要救華氏 搶救華氏嗎 但華氏你也爭氣一點好不好 從4月22號開始 一直到6月4號 11度出包 而且都是低階錯誤 低階錯誤 有沒有 共軍導彈打過來了 蘇仁昌變總統 有沒有 都是超級低階的錯誤 這樣的要去搶救他 全部給他 這不叫做獨厚特定媒體嗎 農委會的文宣預算誰的錢 陳其中的錢 抱歉不是 那是我們的錢 蔡壁如也說現在民進黨不想演了 就算是華氏出包 宣傳費一樣給一個不斷出包的華氏 給他錢他就可以不出包了嗎 我記得在我們節目曾經討論過 華氏根本沒有能力撐起來 成為一個52台的24小時的新聞台 他沒有這個能力的 所以我記得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就在問說 到底華氏要怎麼樣有足夠的經費支撐起來 除了他是公廣集團的一份子之外 他還是要有一點能力 所以其實當時我還記得很多來賓就斷言說 最後一定是民進黨政府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輸血 這就再一次的證明 他是用輸血的方式 用政府各式各樣的預算 而且這還是在檯面上 你看得到的預算 在檯面下有多少預算是你看不到的 比如說國營事業的子公司孫公司 這些預算都未必是放到立法院 來接受審查的 有很多根本看不見的 所以你說這個261萬多不多 當然多 因為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會不會都是他了 應該說光農委會一年就1000萬 是這樣的算法嗎 而且帳面上的都給他 那帳面下的 而且更怪的一點 就是說你政府在發包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你對於候選人 就得標廠商 你都有一定的標準跟要求 就連續犯了11次低階錯誤 這樣的廠商還能夠進來 接受這個政府的審查嗎 這第一關就可以刷掉了 你要留下來的媒體 一定要是有足夠的影響力 要有一定的收視率 然後要有一定的水平 要有一定的能力 問題是華視完全不符合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到底是什麼理由 可以讓華視成為 這個接受審查的資格 然後你最後還可以給他得標 那其他的電視台都死光了嗎 我先不要講中天了 那三立 民視 所以你們說三立跟民視 都比華視爛 所以農委會認為華視最棒 三立 民視 年代 這些民進黨死中的電視台 你們都誤會一場 因為在民進黨的眼裡 你們比不上華視啊 所以這邊呢 告訴來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 還原沉水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